法國人也是喜歡這隻家裡 親別人來你家都是很乾淨 那如果是我們家有一點亂 你來我們家 我們家有一點亂 你知道我們是好朋友 真的 有一次我們有朋友 是第一次他們來我們家 然後我們全部都是弄很乾淨 然後也是 因為有好多東西 所以有很多東西是放 我女兒的房間這樣 全部都放下 然後我們在聊天一下下 然後我女兒跟朋友說 你要不要 我請給你們看我們房間 我說NO...不要 然後他已經心累 他已經有開門 那朋友看房間說 喔...OK 但是... 我們房間也是這樣 所以以後他們也是幫我女兒 也是整理一下下什麼的 跟這個人 我們也是當好朋友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家裡 你來我們家的時候 我們... 是... 朋友是越來越好的意思 真的 看過家裡真實面 就真的為什麼 家醜不可以外揚 對 家裡的狀況你都看過 對 其實跟兒子女生交朋友 真的比較難 可是有一個辦法 如果你們兩個人有 公共討厭第三個人 你們就是很容易交朋友 就是如果真的就是不喜歡 就是有第三個人 就是不喜歡她 然後你們有辦法討論她的話 那你們真的會變成四檔 像我也是有認識一個 二世女生 然後也是在電視上 也是在電視台認識的 然後一開始她看起來就是很冷漠 我真的就是很難搞 我就也不敢過去跟她講話 我是覺得這樣子看她 就是有點微笑 然後她就是 再過來跟我說 你認識某一個某一個人 我就說有認識 她說我不喜歡她 我說其實我也不喜歡 然後我們一下子就是朋友 你今天為什麼一直 就是跟我們聊阿妮的故事 不是阿妮 不是 是 我沒看看 你幹嘛講出來 不是 你Q我 我終點要講啊 我真的有Q你 但是我真的沒想到你講出來 可是現在重點來了 是不喜歡阿妮 還是跟她不喜歡第三個人 沒關係你不用理她們兩個 對 所以其實是真的是這樣子 如果 因為俄羅斯的女生個性就是 喜歡 就比較 比較就是把不喜歡討論別人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個話題 那真的可以聊不停 俄羅斯人真的滿難交朋友的 因為我們之前球隊 有請了一個俄羅斯人的洋將 因為俄羅斯的籃球是非常強的 而且他們有很多很高的球員 所以也有一些球員在其他國家 討生活 那一次我們就找 就找了一個俄羅斯的球員來 我們要就是測試 如果OK的話就留下來 就是當我們的洋將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就一起練球 大概兩個禮拜 然後那在練球的時候 因為俄羅斯人臉也很臭 臉也很臭 對 結果我們去花蓮 打了一個那種國際邀請賽 結果呢 在一場對上韓國的比賽 你知道 對上韓國的比賽 永遠都要打架 一定要 就剛好就一個韓國 韓國越矮的球員 打球越髒 他就剛好繞過那個 我們那個洋將的時候 就偷幹了他一拐這樣子 就剛好被我看到 在我旁邊 他繞過他以後 剛好就到我旁邊來了 那我就 你知道我這種就是 受不了隊友被人家打的 我就直接一拐子把他幹在地上這樣 然後就大家就打起來了 那我最喜歡這種衝突場面了 就 真的 我打球最喜歡這種衝突場面 然後就開始 就幹起來了嘛 然後 我還因為這樣被驅逐出場 就不能再上場了 那我更開心 因為不會累啊 不用 不用 就不用跑啦 不用逼了 對啊 那也不是什麼正式比賽 真的滿開心 到底什麼情態耶 對 我就被驅逐出場 然後好啊 晚上回飯店這樣 我覺得大家也沒事啊 吃完飯在那邊看電視 看看 我門突然 砰 被踹開 你就看到那個俄羅斯那個人 手上拿了半瓶瓦卡 然後已經有一點 已經有一點醉了 走過來這樣 然後就指著我這樣 You You are my brother 他就說因為我為了他的幹架 還被驅逐出場 沒想到你只是想休息 我只是想休息 我只是累了 沒有 他就覺得說 我為了他就是跟人家幹架 還被驅逐出場 就是我把他揹黑鍋 揹到底了 他覺得我真的 太講義氣了 但是你只是累了 我只是不想再上場了 我希望早一點到休息室 可以吃個便當什麼的 他就真的把我當兄弟 接下來那幾天 哇塞 對我超好的 他只要去便利商店 一定都會買我的飲料 什麼東西的 然後每天晚上找我喝Vaga 哇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想說很累 但是就是他對我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上這個節目 讓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教一些 我們台灣的朋友 一些美國的文化 不是一直講愛你的事情嗎 沒有 那是第二名 但是我現在 因為我發現 其實你們真的不懂 我們美國的文化 但是我就是要跟你們說 超愛 對 對 就是要問而已 我不知道 所以我突然說 跟法國人當朋友 真的會有壓力 OK 就是要分享一下 這個美國人超尊重 這個英式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 美國人很愛這些 你們剛剛講了 我的衣服 這是我的衣服啊 這是我的錢 這是我的家 這是我的生命 這是我的生活 這些東西都由美國人來說 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願意 跟你分享這些東西 你就知道 我們真的是好兄弟 像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那我們就是 一開始就是一般朋友這樣子 然後偶爾會出去啊 吃飯這樣子聊一下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不是到 兄弟的那一種感覺 但是有了一天 他就打電話給我 陸妮 妳在幹嘛 我說沒有在家 他說娘 妳要不要來我家 然後想說 我從來沒有去過這個人的家 沒關係 我去一下 然後我就聊聊聊 然後我說 你為什麼女朋友不在啊 他說 其實我要跟你說 最近跟女朋友分手了 因為怕偷吃 他已經讓我進入他的生命 有沒有 已經讓我進去他的家 我就知道 然後他就開始跟我 他說 他讓你進去了 不是 進去 他的心窩 而且很爽喔 然後也煮了一些東西給我吃 這個人 真的已經把我當作好朋友 那就跟我分享了 其實他跟女朋友 從早就是有一些小小的衝突 然後我們就是聊了這些東西 聊完之後 從那一天開始 我們變成非常好的兄弟 聊心事 對 他就是一定把他的心打開 讓你進去 你就會後 變好朋友 那你什麼時候也要讓我進去呢 全部 沒有 不是這樣 那你在這邊 行男朋友 你可以 進去的朋友嗎 我不會 我不會 我不是 有沒有哪一個行男子 可以跟你聊心事 其實 也可以結婚 沒有這些人都可以 要讓你進去啊 除了俄羅斯人之外 沒有 沒有開玩笑 其實我已經覺得 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 好兄弟 你都進去過了 都進去過 沒有進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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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進去過 沒有進去過 我們很安全的玩 你們這到底是怎樣的團體啊 很安全 不行喔 我覺得德國也是類似 是跟女兒住在一起 後來被她甩了 我就沒有地方住了 因為她把我趕出去 我就想很久 啊 怎麼辦 我現在可以聯絡誰 我就打電話 給一個朋友說 對不起 我現在需要地方住 而且她的家很小 她說沒關係 少俠 你可以來這邊住 結果我住她的家三個月 然後她就是 我完全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跑 然後她就真的 把我照顧得很好 每天聽我訴苦啊什麼的 我是永遠不會忘記這件事情 所以 不一定要每一個禮拜都聯絡 可能 一年可能聯絡一次也沒有關係 因為她知道 我們的關係不是 在於那種 每天打一些哈啦什麼的 就是真的是 需要的時候會出現 突然覺得 就是因為那個這一題啊 我雷告的時候 真的覺得 欸 我在台灣很幸福耶 因為最少就是 這些是那個 臭老外他們是真的好朋友 就是什麼都可以聊 然後就是說 杜莉也是啊 就是少俠也是啊 真的有一個困難的時候 我拜真的拜託她 她不會拒絕 這是真的 但是我真的後來想一想 日本人喔 我這一次 因為這一點我想很久 我上一次就是 遇到一個日本人 我認識她三年 然後她也是在台灣那個 穿越 然後她就是做得沒有很好 所以就是回那個日本 然後她有生小孩 就是她跟老婆生小孩 但是那一天就是那個 她離開的前一天 我請她吃飯 然後就是一直在鼓勵 然後說沒關係啊 就是因為 你覺得現在是失敗 但是不放棄的話 只是那個成功的過程 我講得很好聽的話 然後自己講 自己講自己也很感動 然後那個呢 在哭喔 感動到 謝謝謝謝這樣子 然後我 她也知道我在台北那個 開詹雨燒的店啊 然後我說欸 大哥一定就是那個 詹雨燒那天開幕 我一定會到 這是送你花什麼的 我給你免子 我說沒關係啊 就小事 然後她先回去嘛 然後我知道她生小孩了 所以我就是拜託媽媽 打電話媽媽 我送給她那個 攻擊性的A5的和牛 是最好的和牛 就是牛排的一個套餐 就也 價錢也不低的 我就送給她 然後她就是一句話是 謝謝你送到和牛 怎麼那麼冷漠 結果當天我們開幕那天 人送花都沒有耶 然後因為就是她回到 日本的生活的時候 就忘了台灣的 就是辛苦的生活 對 除了那個 一樣就是 中小朋友 一起長到以外的話 長到之後 認識的朋友們 真的很難找到好兄弟 但講真的 你其他人摸著良心說 你覺得夢多是真正 有把你們當作好兄弟嗎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 這些事情 我 我是很認真的講喔 因為她 不是之前有主持節目嗎 然後就一直說 不好意思我最近比較忙啊 所以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約出來 那這個我懂喔 沒關係 因為你忙著賺錢 我這個可以原諒 但是現在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也沒有啊 她根本沒有在做事 那我就是邀請她來我家 她說 嗯 我下次好了 那 連她開幕的那一天 我立刻從新竹 我唱一個婚禮 那開車 急著開車回來 為了要去她開幕的那一天 我們到底是不是好朋友 好兄弟啊 不然咧 那你什麼時候也要來我家 要認識一下我家的心 你要讓她進去啦 我會讓你進去嗎 對 你要進去 可是夢多是真的還滿講義氣 我講真的 他有時候真的會 私底下傳言訊 關心什麼 我覺得是真的 怎麼講你好話的時候 有點講不太出來 什麼啦 九九一次講一下 今天聊那麼多 讓我們知道說 在他鄉異地交朋友 真的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對 那但是呢 今天也讓我們了解了 夢多在這裡 真的是沒有朋友 真的 先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